地符和书这三个字写不好 很多人都是毁在这个关键的笔画上 你知道是哪一笔吗 地和符字是数折折勾这一笔 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字你看它都带有数折折勾 而书字是在横折勾 都是非常类似 对不对 那这个笔画大家注意 你是千万不能给它写这么大的 为什么这个笔画不能写这么大 主要有两个原因 我们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点 你这个数折折勾写太大 往树向伸展太长的话 会造成这个字主刺不分 主笔不鲜明 你看这三个字 你有没有发现 它中间都有一个树向笔画 地字有一个垂路数 符字有悬真数 而书字还有一个悬真数 也有一个悬真数 是不是 那我们其实这类字 是要突出它这个悬真数的 把这个突出这个树向笔画的 也就是说你把横向的那种 要压缩压得比较扁一些 然后把这个树露得长一些 腿伸展长一些 会让这个字看上去显得舒展大方 那如果你把这个树折折勾 往下拉这么长 你看你还能凸显这个笔画吧 你就没法凸显它了 你看两边都长 是不是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树折折勾 这笔写太大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不紧凑 里面空间留白太大 不紧凑 而且你这个往下伸展这么长 会显得右边偏重 左边就比较空了 你看是不是 左边比较空 分量比较小 而右半边显得偏重 左边轻右边重 左右两边它就不协调 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笔画写这样大 要小一些 它要短小 而且往里内收这一列 这里的空间是非常小的 大家注意 这里的空间 这里也是留白是非常小的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三个字的正确写法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D字 大家看一下 矮点 然后撇 矮 横折 往里内收 再一个横 然后竖折 矮折勾 大家看 往里内收 你看看 这一段非常短小 你看它横向笔画 压缩得很近 横到横到横 间隔相等 而且压得非常近 这一段 你看竖向也要短 我们把横向笔画 你看压缩 然后呢 中间这个竖画给它伸展出来 这一笔 你看拉长 我们是要凸显这个笔画的 所以你这个竖向的都要短 然后你看 屁画再短一些 这个屁也不要写长 这是弟弟的弟子 然后我们来看符 这个符字也是一样的道理 大家看一下 你看横折 好 往里内收 再来一个横 然后竖折 好 折勾 往里收 大家看一下 横向笔画压得很近 这一段竖向也是非常短小的 而且要往里内收 你不要直着下来 然后竖笔 短小一些 然后你看旋真竖 好 往下拉长 你看 左边收 右边放 这个笔也是短的 就是为了突出这个树的 大家看一下 你把这个树画给它露出来了 你看整个字 它就显得伸展大方 包括树字 你看 横折 往里收 你看横 可以往这引伸出去 然后横向宽 竖向短 你看往里收 看见 然后旋真竖 应该 舒展下来 你看竖向往下放 这一段就短 然后点花口上去 这是树字的书写 也就是说 你这个横折锅 不管是横折锅 还是竖折锅 你这里不要给它写太大 里面空间留百 是非常小的 一定要往里内收 而且很短小 不要给它写大 也就是说 归根结底 就是你一定要搞清楚 这类字的主笔是谁 你想要强调的 那个主要笔块是谁 然后把其余的部分 该收的 要收紧 好 我们这期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这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